现在,娱乐圈里的导演们们,拍电影选角色真的越来越积不择时,不管是什么电影,只有有点名气有点流量的明星,只要能将自己的剧宣传的到位的明星,他们都是来者不惧,甚至还要花重金去请。 这就导致,本来挺好的一个剧本,就因为导演请来的演员不作为,最后被观众们弃剧,白花了那么时间金钱,费力地拍摄。 而最近,胡歌又官宣了一部新剧,本来早就开始愁拍了,只不过因为网络上对这部剧的一些悬角有些意义,所以就一直拖到了现在,这部剧就是凡人修仙传。 男生一般都听过这个名字吧。 因为这部剧是通过小说凡人修仙传改变的,而这部小说在网络上非常的受欢迎,而且大部分都是男粉丝。 白人修仙传这部小说,讲的是男主韩丽,和一众女主的故事,还是一部仙侠题材。 虽然女主比较多,但当她拍成电视剧之后,女主就必须要选出一个,所以最后定下的女主是男公婉,也是因为曾经合力杀过怪,最后中了银囊。 不得不和韩丽颠缠道缝,两人最后结成了道羽,一起结伴进阶化神。 而这部电视剧的主角就是胡歌出演,因为胡歌曾经就是因为出演仙侠剧成名,所以演起来肯定非常的轻松。 而其他的几位女主,分别由迪丽热巴,赵丽颖,关晓彤和郑爽等一众女明星出演,虽然都是大台明星,但是却都是女主的配角。 到了最后,导演组终于定下了女主的演员,那就是李小璐。 其实女主的定位,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定下了,只不过那个时候李小璐正处于风口浪尖,不好宣布,只能过一段时间。 没想到的是,就算是时间过了很久,粉丝们的反应还是这么大。 如今,就算是李小璐已经定下了这个角色,虽然不知道是谁定下的, 但若真的用了李小璐,小编觉得,这部剧就算有这么多大牌撑腰,估计也活不了几集。 据说,这部剧将在明年初上映,也没剩多少时间了。 虽然这部剧的宣传很到位,但小编却很担心,这部剧这么多大牌演员,真的能挺得起吗? 会不会只是为了用这帮人来给李小璐炒作? 而且人家赵丽颖现在正在休假期,若是这能请得动的话,估计赵丽颖也会先说明自己的档期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